求阴影部分面积是很多孩子都头疼的事 这道题也不例外 他告诉我们 长方形的面积是120 假的面积是20 让你求阴影部分的面积 你要先知道 这道题中间的这个点 它并非是长方形的中间的点 而是随意的一点 要想求这的面积 很多孩子就发懵了 到底该怎么解决 你应该先知道几个这样的模型 我们先来看第1个模型 这是一个平行四边形 在他随意一条边上点一个点 然后呢 连接与他相对的两个角 形成了一个三小形 这个三小形的面积 与原平行四边形的面积有什么关系呢 刘老师可以给你画一条辅助线 你就一目了然了 看好 我要通过这个点 画一条 与左右两边 都平行的线 那现在 左边就是一个平行四边形 这条是对角线 那么我说 阴影部分的面积 就是左边这个平行四边形 面积的一半 同理 右边这个平行四边形中 阴影部分的面积 也是他的一半 那现在 把两部分的阴影 捏在一起来 这个三角形的面积 就是原平行四边形 面积的一半 这个模型 刘老师告诉你 他叫做 一半模型 总结一下 在一个平行四边形里面 你在他的四条边上随意点一点 连接与他相对的两个角 所形成的三角形 这个三角形的面积 就是原平行四边形面积的 一半 那再看第2个模型 同样外面也是一个平行四边形 而在他里面随便点了一点 形成了4个三角形 那相对 阴影这两部分三角形的面积 与原平行四边形的面积 有什么关系呢 刘老师告诉你 我还可以划一条辅助线 看好 通过这一点 我还划一条 与左右两边 都平行的线 那么 左边是平行四边形 右边也是平行四边形 你看出来了吗 左边这个平行四边形 其实就是这个 一半模型 而右边这个平行四边形 也是跟他一样的 一半模型 所以我说 三角形 加上这个三角形 两个阴影部分的面积之和 就等于 圆平行四边形 面积的 一半 你记住了 以后见到这两种模型 我们都成为 一半模型 也就是说 阴影部分的面积 是圆平行四边形 面积的 一半 记住这个知识点之后 我们再回顾到原题 这是一个长方形 老师告诉你 长方形 它也是特殊的平行四边形 那现在 里面随便点一点 那么 形成的4个三角形中 相对的两个三角形的面积之和 就是圆 平行四边形面积的一半 而告诉我了 长方形的面积是120 那么 一半的话就120 除以2等于 60 说明假 加上阴影部分等于 60 再看题 假的面积为20 那求阴影部分 就用60 减去 20 所以阴影部分的面积就是 40 这条问题就很轻松的解决了 六老师强调一下 再以后 求这种题型的 阴影部分的面积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我第一想法是找一找 有没有与它相关的 模型 那这道题 能解决问题的就是两个 一半模型 你可以把它记下去 数学学得好 方法很重要 关注我 我是刘老师 会儿 会儿 像